按照惯例,亚洲杯一般是一届东亚区,一届西亚区,在阿联酋承办本届亚洲杯后,将由东亚区承办下届亚洲杯。 泰国、印尼和印度,此前都已经退出申办,下届亚洲杯主办权的竞争,将在中国与韩国之间展开。 亚洲联造在2016年就正式确认了中国将申办2023年亚洲杯,中国族协共申报了12座城市作为杯选,其中包括北京、田津、广州、南京、西安、武汉、成都、青岛、沈阳、长沙、宁波和洛阳。 韩国共申报了8个城市作为杯选。 按计划,2023年亚洲杯主办权,将在2019年5月的亚洲联大会上通过投票结束。 这已经是第二次延期投票,早在去年5月的亚洲联大会上,就应该设定下届亚洲杯的主办国。 值得一提的是,今年3月,国际足联还将就2022年塔塔尔世界杯,是否提前扩军到48队进行投票表决。 如果扩军到48队,亚洲将获得爬边5个世界杯名额,亚足联也有将就事。